妈 婷婷啊 今天怎么有空跟妈妈视频呢 今天没上班呢 我这最近手头有点急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这房东又催着交房租 等我项目款回来我就管你 行 要多少 妈一会儿去银行给你转 五万 你就直接手机转我就行 要这么多呀 手机转账我也不会呀 我们这个月单位领导儿子结婚 还有个客户生孩子 我不都想着包大红包吗 现在这个人际关系都得维护 要不然谁给你想不做呀 我不管 反正你今天必须赚钱给我 这房东也追得急 不然我今晚只能卷铺盖卷走人了 你别着急 妈马上就去银行给你转 五万 阿姨 您确定是给你的女儿汇款吗 是啊 我女儿在北京工作 北京开销可大了 北京 可是对方的开户行是在 XXX线 你说啥线呢 阿姨 要不您再给女儿视频电话一下 再确认一下 现在骗子非常多 阿姨 现在的AI技术诈骗 是可以换脸换生的 女儿啊 你是确定 装五万吗 是啊 五万 你还记得妈妈的生日吗 妈 你怎么了 前几天我过生日你还跟我寄过生日礼物呢 忘记了 对对对 我怎么可能忘呢 我的生日还有好几个月才到呢 难道你真的是骗子 你好 麻烦你用手在脸上晃一下 都挂了 阿姨 你的女儿怎么可能记不住你的生日呢 应该就是个骗子 现在的骗子都这么高科技了呀 那人的长相声音跟我女儿一模一样啊 警惕视频 语音通话邀请的转账汇款